他是网络上的快餐大神 和他的农村兄弟曾掀起套餐风潮 他是篮球界的小丑 经常叫嚣要挑战一切 他就是农村国宝 众人唾弃的年鱼哥 国宝和篮球的关系不大 起初他只是个靠吃播播去流量的 算是最低级的土味吃播 顶着一头可能半个月没洗的头发 很久不刮的胡子 整个一副流浪汉形象 不知道是什么神仙团队的运营 让他们的那帮人逐渐成为短视频顶流 火了的国宝开始涉猎其他领域 由于平常喜欢篮球 截球圈变成了他的祸害对象 没人不知道那次和吴永豪的挑战吧 那次单挑掀起了全网风潮 无数粉丝前去朝圣 当看到可怜的国宝身着詹姆斯球衣 被吴永豪一次次的撞到 不知道有多少真爱粉会心痛到流泪 而仅仅一局过后 国宝就和球迷发生冲突 据网上传言 他被人暴打 并被警察带走 这场闹剧画上了更荒诞的句号 此次事件也掀起了广泛的讨论 这种借篮球炒作的行为是否妥当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无忧四个字评价 低级趣味 或许这才是篮球人最直观的感受 几个月前 国宝建立粘语队 并声称是为了为爷爷奶奶抽手术费 此举遭到了网上的一致声讨 这种不休止的对接球的污染 让这个刚刚成熟的圈子更蒙上了一层阴影 有人爆出 国宝在生活中开着保时捷911 有着千万级的银行存款 竟然需要举办篮球赛来筹款 这无底线的炒作 竟然还有很多人附和 但看看他们扮演小丑得到的收益 这种哗众取宠的行为 为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利益 相信很多人都算了 这就是当前流量时代的现状 你总要坚持着什么 或是放弃着什么 国宝事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讨论点 它可以成为你茶余饭后的笑谈 但跟篮球无关 所以对于国宝 我的评价是不如承接